去年才刚举行闪电州选换首长的马六甲 如今似乎又暗流汹涌了 网络上传出现任首长苏莱曼被迫签署辞职信 辞去甲州首长职 不过乌同马六甲州领袖立即出来反驳谣言 强调那是诽谤皆毫无根据的指控 乌同马六甲州联委会属理主席纳都斯里莫哈姆阿里指出 苏莱曼将会继续担任首长直到任期届满 他说乌同最高领导层以及甲州五个区部主席 也就是马六甲市、东亚巴珠、汉都亚在野、野心 以及亚罗亚野都同意苏莱曼任首长 也是上议院副主席的莫哈姆阿里 昨晚出席开专节茶会后澄清苏莱曼被逼辞职的谣言 他强调甲州乌同将继续支持及捍卫苏莱曼 以免有心人试图推翻他 苏莱曼去年在国阵赢得甲州选举之后 继续出任甲州首长 他在2020年3月西蒙政府倒台后 就已经取代了原任西蒙州首长阿德里 再次请不吝点赞 关注 能打赞 关注 再次请不吝点赞 关注